我胖而已 必須說我病嗎 究竟胖胖是否疾病 如果是的話 是主觀的判斷 還是客觀 我覺得你胖 你又有病 今天我們請來一位專科醫生 跟我們解答迷思的王維襄醫生 王醫生你是內分泌及糖尿科的專科醫生 是的 沒錯 我有時聽女士說 我很胖 我要減肥 但我看上去一點都不覺得她胖 究竟有沒有客觀準則判斷一個人是否胖或超重呢 看看我們說肥的定義是甚麼 如果純粹以一個外觀來定義 會受很多個人主觀因素或社會背景影響 就沒有一個特定準則 但在醫學的角度來說 肥胖症是有一個特定的準則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定義肥胖症 定義是過多的脂肪 對我們身體構成威脅的時間 這就是肥胖症 怎樣為之過多的脂肪呢 其實都因應我們的年紀 因應不同性別、種族 其實他們的脂肪比例都有點不同 整體來說男士可能體重比例大約十多至二十個巴仙 如果多於二十五個巴仙 都算是比較多的脂肪 女士你都知道身形是會多一點脂肪的 可能說二十五至三十二是正常的 如果多於三十五都可能是比較多的 你說我怎樣知道自己的脂肪比例有多少 除了可以透過目測 或者用一些儀器 例如我們平時的測肢膀 去看看身體有多少脂肪之外 其實一個比較簡單 和客觀的量度 就是量度我們的體重指標 體重指標就是我們的體重以公斤計算 除以我們的體高以米計算的二次方 就是體重指標BMI BMI和身體的脂肪含量都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以香港中國人來說 如果我們正常的體重指標 是介乎十八點五至二十二點九 如果我們的體重指標是過二十三的話 就屬於超重 如果過二十五甚至乎是肥胖的 所以都有一個比較客觀的準則 去看看究竟是否肥胖症 超重就未算是肥胖症 超重就比正常高一點 即是有機會走向肥胖症 沒錯 那條路 這些是可以有客觀的儀器幫你讀出來的 是的 例如體重指標很簡單 BMI用體高和體重計算出來 那麽你說再精準一點的 可以用一些測肢膀 去看看內臟的脂肪是多少 那麽另外我們講的脂肪 都有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重要 例如在肚腩那些內臟脂肪 就是比較影響我們健康多一點 那麽例如我們講的亞洲人中國人來說 那麽我們男士的腰圍如果多過35吋半 女士多過31吋半 那麽其實屬於中央肥胖 而那些就是內臟脂肪 是內臟脂肪 是最壞的 是最壞的 怪不得這些一定要撕掉 是的 你抽脂可不可以撕掉 抽脂其實只是把某部份的脂肪細胞拿出來 但身體對於脂肪的平衡 其實有一個很密切的機制去調 很多時候就算抽了局部也好 其實它也會長大出來 那麽划死的 是呀 真是其他人不見 那些錢就用了自己回來 或者脂肪自己回來 不是很好 那麽還有就是肥胖的原因究竟是什麽 有些人說你沒有意志 或者有些人說 不是我喝水就肥胖了 我天生肥胖了 否則我減肥也減不了 減了之後又會反彈 是啊 其實肥胖的原因真的很多 可以是一些先天因素 一些後天因素 那麽其實我們的肥胖 就是我們的體重 和我們的身高 其實都很受我們的遺傳影響 就是我們天生肌高 其實都受父母的高度影響 那麽有文獻上面記載 其實有多一個四成的肥胖的原因 都是跟一些先天遺傳的因素影響 那麽當然說有六成 其實是後天或者一些非遺傳的因素的 那麽這些就包括例如我們的成長的背景 即是我們的經歷是怎樣 我們的生活環境 我們的生活習慣 藥物 疾病 都可以影響到我們的體重的情況 是的 先天佔四成 即是如果後天 根本都可以克服到的 是的 可以的 即是不會說你天生肥就豬肥了 有些人反過來 他天生瘦也不肥那些 其實很多時候你看回他們父母 可能都是身形比較瘦一點 那麽那些食肥不肥的 有可能都是超肥的 脂肪比頭多的 而他不知道的 都有可能的 有一些叫做隱性的肥胖 其實就是說 可能度過體重不是很多 但原來他本身的內臟脂肪比較多 都不頂 但又沒有肚腩的可以 是的 可以的 嘩 那麽不討厭 我怎知道自己有沒有超肥胖的問題 剛才說過 問醫生 是的 自己都可以有些東西去檢查 但他的肢胃又不超額 是的 例如他可以量度體重指標 其實都是準的 對於身體的脂肪比例 因為我們同樣的高度來講 我們的內臟的重量其實都是差不多 如果他比別人重 很多時候重的 除了肌肉之外就是脂肪 所以體重指標 跟我們脂肪的含量 其實都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當然如果你說有些人 他本身的情況可能他做健身的 肌肉量會比較多 做體重指標未必準的時間 我們可能會用其他的檢查 去看看究竟是否脂肪含量比較多 例如做一些測肢檢查 甚至乎是一些Dexus scan 即是X光 看看身體的構造 例如是骨多 肌肉多 還是脂肪多 這樣也可以 我們通常去做連點 會測試很多東西 但也很少測試體內脂肪 是的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檢查 做一些測知的 其實他都有誤差的東西 還有那個準確度 其實不是特別比我們用體重指標 差太遠 所以我們大部分情況之下 我們都會比較沿用體重指標 去看看病人的脂肪情況是否很嚴重 在某些情況 例如他做健身的 或是我們發覺體重指標很不沉上 我們會拿多個指數去做坐診 看看情況是怎樣 肥胖 大家都知道不方便 可能有些人覺得主觀上不是太好看 但不是病那麼嚴重 肥胖真的是疾病嗎 是的 雖然大部分肥胖的患者 都未必有什麼不舒服 但肥胖本身可以引致很多身體健康的問題 我們一向聽說的 例如容易有三高 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 亦都會和慢性疾病 例如脂肪肝、心臟病、睡眠疾息、腎病有關 甚至乎會增加我們患上癌症、死亡的風險 所以肥胖症絕對是一個病 它是很多嚴重疾病甚至是致死疾病的一個原因 是呀 是呀 不過它沒有症狀 所以很多時大部份的人 有症狀看到你的肚子 是的 不過有些武套男也可能是超肢 是的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病人減瘡或減脂肪呢 其實減重本身有些朋友在減瘡過程中 其實他忽略了很多東西 第一就是我們以減瘡來說 其實我們在醫學界有一個叫做體重的設定點 即是set point 其實很多時候人減瘡就以為我做一些事 例如我很劇烈去做運動 又或者是節食 將體重減了下來 但是它沒有忽略到其實在減重的過程 身體其實會有一個機制 將體重拉上去 這麼划算? 是的 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叫做體重設定點的理論 就是身體會對於體重 跟我們其他的生理指數 例如我們體溫 是很嚴密的去管理著的 當我們例如病 又或者我們沒有食飢荒的時間 又或者我們減重 其實身體當體重因降下來的時間 我們會有一些適應 有一些調節 例如包括減慢新陳代謝 又或者是增加我們肚子餓的感覺 從而希望體重上去 這樣就維持一個穩定的狀態 這是一個保護機制 保護我們 防止體重不停跌 所以當我們減重的時間 其實我們在做一個過程 是跟身體的機制有一個相對抗的情況 減下來 身體就會減慢新陳代謝 以及吃東西吃多一點的時間 那體重又會上去 我明白為何很多時候 你減到某一點是平的 即使它不升上去都會平的 就是這幾個件事 就是因為你減減減減下 身體會有個代謝適應 會減慢新陳代謝 也會增加你的肚子餓感 會令到最後有一個新的平衡點 一旦有同時會在那裡停坐 它要多久才能找到新的平衡點 不會再彈上去 通常來說 其實它也有一個張力會彈上去 但時間越來 身體會慢慢適應了一個新的平衡點 它慢慢的反彈的情況就會少一些 通常來說 例如我們看到很多時候減磅 去到第六至九個月 它通常都會平頂 然後慢慢就會升上去 如果以做手術的人士來說 很多時候在九個月至年半左右 它就會慢慢升上去 連做手術都會的 都會的 即是弄小了一個胃都會的 都會的 視乎其他 例如我們的體重設定點 它有沒有其他影響到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為什麼人們減不到肥 例如我們在說減重的治療來說 我們是最主要看有沒有什麼 令到他的體重設定點設高了 例如很多時候有些人 他有些壓力的飲食 即是一些情緒的飲食 又或者他那個外在的因素 令到他增加了 我們主要就是看有沒有什麼原因 去看他的體重設定點設高了 從而將他降下來 如果他是設定點高了 因為他想維持 會不會是去到某一點 即是我重到某個機制 他不會再上去 沒有的 其實暫時來說 有些人你見美國那些人 可以很肥很肥很肥的 因為在那個機制來說 我們的祖先 其實我們是怕我們餓死的 是的 所以在底部就會 不怕你肥死 是的 以前可能是Gene的問題 但肥是真的會肥死的 是的 那見醫生 醫生有什麼幫助他呢 都是給他一些藥物 其實最主要我想 第一件事就是要 有一個正確的態度 因為很多時候見朋友 他減重的心態都是減房 以為自己完成了整個過程 但其實整個減重的過程 本身就是要重新設定的體重設定點 當中有很多原因 我們會跟他找一下 究竟有什麼會導致他的體重設定點 設定高了 例如會不會是飲食習慣 一些壓力 睡眠不足 或者原來他一些飲食的行為 都會令到他的設定點高了 或者例如有沒有其他病 令到他的情況多了 從而看到有些問題 就盡量跟他轉變 從而令到他的設定點 慢慢慢慢降下來 當然如果有一些病人 他本身的體重設定點 都比較高一些 我們會不會用一些治療 將體重設定點設定點 例如手術是其中一個 藥物也會是其中一個 我現在聽到一種藥物 大家都說得很熱 那個叫做腸鼻素類似物 是什麼家貨 這件事其實就是一些腸的荷爾蒙 他本身在身體那裡 就是跟我們一些其他荷爾蒙 包括胰島素 有一個合作 當我們吃東西的時間 我們除了分泌胰島素之外 我們都會分泌一些腸鼻素 從而會有協調 例如控制血糖 同一時間也會令到我們知道 有飽的感覺 因為我們吃到東西 我們吃了東西之後 我們有些腸鼻素分泌出來 就告訴腦子 我們會飽了 夠了 我們發現這些荷爾蒙 如果我們額外給多一點時間 它就會容易覺得有飽 另外也會減慢胃排胸的情況 容易一些會有不想吃東西 會飽飽飽飽的情況 有研究發現 就是有些病人用了腸鼻素之後 它不單止有些糖尿病的病人 會好一些糖尿 甚至乎有減重的效果 繼而用在一些不是糖尿病的病人那裡 也有很明顯減重的效果 那這些藥物要用多久 理論上就視乎肥胖的情況需要 要減多少 以及它本身體重設定點的情況 有沒有東西可以再調整一下 理論上如果你說根據研究來講 它有一個果效 就大約是六至九個月左右 甚至乎去到一年 它都可以再繼續下降 下降到某個程度 它就會停的 當然有些研究都發覺 你繼續用的時間 可不可以能夠保持體重 亦都可以的 那你說用到什麼時候 就看看大家的需要 例如生活改變那裡 有沒有東西已經可以完全調整 又或者體重的目標 其實是否已經達到 這些就要個別去談一談 但理論上也要提醒 因為它是改變了體重調整點 當你停藥的時候 它也有機會會彈回頭 那怎樣才不會彈回頭呢 那你就要看看背後 例如有些人的生活習慣 引致到他的設計高座 我們如果能夠改變他的生活習慣 慢慢調整下來的時間 它就可以設定在一個比較低的 身體重調整點的情況 而且體重設定點 很多時它都是 你越慢 它就越少改變 你越快 它就越… 所以你一下子跌得很厲害 有機會彈的情況會比較厲害 所以有些朋友說 我吃很少東西了 但忽然間 我吃了一點 馬上就上去了 會呀 而且通常它 如果一開始減膀的時間 它下降那一下 其實很多時都是一些… 例如它不吃東西 很多時都是身體的肝糖沒有了 即是身體會有一些糖分處存在肝和肌肉那裡 那些都幾索水下 所以它一不吃東西 它的肝糖一用不盡的時間 它那個水分一排走了 它就會突然之間 輕了可能一磅兩磅 但一吃東西 那些肝糖儲存回的時間 它又會重很多 其實以前也有很多減肥藥 我自己也試過很多 那現在找到新的發展 和以往那些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其實我們都越來越多一些… 以前我們對於為何會胖呢 或者例如體重的情況 都是很多未知的 都是每樣都去研究一下 看看究竟原因是什麼 以前那些藥物 其實都以不同的方法 去令到那個體重減下來 例如以前有一些 我們叫窩油丸 它其實就是阻慢我們的油份吸收 從而減低我們的食物卡路里的吸收 另外以前有一些藥物 都是抑制食肉的 但它都是有些負作用 例如會心跳、手震、睡不著覺 血壓會高 現在都會令到一些藥物 都是減重的藥物 可能會抑制食物的慾望 其實都會有一些負作用 當然這些藥物 例如新的減重藥物 其實都會有潛在的負作用 但可能相對地 它的效果會比較明顯一些 即是減重的效果 例如以前一些口服的藥物 它的減重效果可能都很少會多過10% 現在新的一些減重藥物 其實它的減重效果 大部分人都可以多過10% 那就是效果的情況 另外就是副作用 可能這些藥物我們一向都用得比較多 在糖尿病病 所以我們都比較清楚它本身的藥性 更加了解到病人用完之後 那個反應會是怎樣 有很多數據比較安全 比較安全一些 有些什麼人你會覺得 應該勸勸他體系醫生 當他那個體重真的 大家都 或者一個病人 覺得都是比較嚴重 甚至乎有一些病發症問題出現了 最好不要有病發症的時候 是的 所以你如果最重要是用BMI 你知道的時候有些問題就先看看醫生 是的 坊間有很多藥物 你說自己可以拍的 有些不是餵藥 是健康食品 那些自己吃飲料很危險 那些其實就 第一不知道裡面的成份是什麼 我想我都很難逐一去判斷 或者去評論那些藥物究竟有效還是沒有效 或者有沒有什麼膚脹 可能都是一些製作品 其他東西 但是現在都看到坊間有很多 它真的是一些藥效 就會在一些互聯網那裡去兜售 那我的建議就是 如果真的有需要 都要尋求專業人士去給一些意見 還有不要自己亂用一些藥物去減重 因為其實 在減重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的生活習慣的轉變 包括我們飲食運動壓力睡眠 這些是主力來的 那個藥物是一個輔助的 幫助我們去調整 我們的生活習慣那裡 所以就不要想著只用了藥物 就可以處理完 那個問題是處理不到的 大家知道了 不只是吃一粒藥 或者 總之靠藥物 靠外面的東西 就可以幫你 一勞永逸減了 不是減了就行的 最難就是去維持體重 才是你最大的挑戰 今天好多謝黃衛箱醫生 跟我們解開了肥 為何會視為一種疾病的迷思 多謝你黃醫生 謝謝